天啊 這簡直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諾黃賴雅妍居然可以這麼的女人 她近日出席知名珠寶品牌 秋季新品發表會 腳踩著高跟鞋 換上寶藍色蕾絲禮服 化身復古女靈 優雅的氣質簡直就是全名女神 但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一下男一下女 諾黃適應的來嗎 就是還是稍微一點點時間 就是知道今天要穿裙子 然後要穿高跟鞋 你就告訴自己 在那個行為舉止上要稍微優雅一點 可是因為有一些 有些可能其他的需求 你可能要中心一點 甚至要男生一點的話 你就要展現帥氣的影片 只要給自己一點時間 是可以調適過來的 早前哥們陳楚河 因為七夕時在微博上 PO了一張照片用秒刪 有網友指出畫像中的女生 即死賴雅妍 懷疑是告白的節奏 對此諾黃急忙澄清 我知道那不是我 對對對 那有沒有希望那個是你的 因為那不是我 所以你也不會去特別希望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不要誤會 然後也不要造成歌的困擾 大家放心 愛上哥們又要重播了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 還有某種期待的話 請繼續鎖定 重播的愛上哥們 近期工作繁忙的雅妍 也被問到 何時能再有帥氣的反串演出 她表示 我覺得如果劇本好 然後故事性夠強 她會是一個好作品的話 我覺得我不會排斥 只是短期之內應該 我覺得大家已經覺得 根本那個角色是很難再被超越 所以我覺得近期 再也沒有類似的角色找我了 嗯 嗯